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光临 干得不错 就是火候差了点啊 你说要是把他俩躲到床上 我真想看看徐妖可那副狼狈线 怎么了 这么沮丧 辞职的吧 什么辞职啊 等着领导撤呢 领导为什么要撤你啊 不给领导添麻烦呀 有什么麻烦 哪有什么麻烦 有人给我下套啊 嗯 这个我知道啊 你没想到吧 会在这种事上闹 都什么年代了 还拿这种事整人 那他想整怎么办 你没办法 陈忠诚最近啊 我觉得他点反常 嗯 他目的很清楚啊 他就想搞臭家国 逼家国辞职 看来您得好好找他谈一谈啊 是啊 我是得找他好好谈谈 老陈同志 你就不要跟我狡辩了 李书记啊 对于一般的公民 我们可以这样对待 可是贺家国是个副市级的干部 而且他的行为 已经在公开场合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现在在我们中江市 没有人不知道 我们的政府有一个 正在被重用着的一个流氓市长助理 你对我有一件可以直接跟我提 不要搞这些不负责任的把戏 这是中院送的材料 你看了吗 一个法院副院长和女被告的亲信睡觉 一个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局长 你怎么不咎不咎啊 大街上十几岁的孩子 都去崇拜黑老大 犯罪率居高不下 有没有你的责任 贺家国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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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书记 你的意思 我是不是应该辞职了 好啊 你打报告我送上去 李书记 我想我还是等着你来撤吧 我没这个权利 你是省管干部 不过我调整你一下工作分工 可以做到 陈冲冲同志 我提醒你 大脑还是清醒一点 别太狂妄 中江机场这件事情还跟你没完呢 裴聪同志跟我没完 我也跟你没完 李书记 你不要这么逼我 我对赵达工同志的感情 也不被对你引外 您跟赵达工同志也是好朋友 我们心里都要有数 真正看中我们的 也就是达工同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别的意思 就是指出个事实 没别的意思 你是说达工同志支持你这样干的 你到中江宾馆去捉街 也是达工同志的意思 这都不是达工同志的意思 我想这也不是达工同志的意思 所以你以后不要老打着达工同志的旗号 到处招摇 好吧 李书记 我可以做个检讨 对那位副院长我了解的不够 有点本位主义的思想 表态清帅 不要此地无银三百两 陈忠诚同志我还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贺家口同志的生命安全 由你负责 出了一点问题 哪怕被西瓜皮摔倒了 蹭破了一点皮 也是你的事 李书记 你看你 想到哪儿去了 你说想到哪儿去了 我能不想吗 林长达这是在翻供啊 是啊 原来交代得有时间地点数额 犯罪细节 现在都说是鞭子了 谁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弄不好又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 你说这王国义郭洪亮死不交代 搜查也是一无所获 田仲达这个时候又翻供 这一切都会是巧合 是很奇怪的 会不会有人 事先走漏了消息 不可能啊 田仲达的供词 我只向陈书记一个人汇报过呀 陈仲达肯定单独接触过田仲达 已经把他想传达的信息传过去 这才促使了田仲达犯了门 方公 没错 我跟汤户局长也是这么判断的 这个汤户局长和陈仲达什么关系啊 应该没什么关系 他是从省官厅刚刚调来不久 属于不知内情 无意中向陈仲达透露了审讯的情况 这一情况 向李东方汇报了没有啊 已经汇报了 这位书记大人什么态度啊 李书记 就是说要尽快地对陈仲达採取措施 什么措施啊 没说 也可能 他会去请示赵大公 是不是 他还在犹豫啊 老书记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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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觉得 李东方和陈仲达好像还不是一回事 这个陈仲达脸皮也够厚的 你这样逼他辞职 他还能挺得住 嗯 还给你套近乎 我看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嗯 有什么文章你说说 陈仲达他自己陷到田仲达的案子里去了 是啊我也想过 陈仲达他到机场去抢什么人呢 哼 这种人你还不把他拿下呀 嗯 没那么简单的啊 不就是我老丈人嘛 是啊 你老丈人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 他经济上有没有卷进去啊 卷进多深 这个你想过吗 我当然想过了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波啊 我不能不想啊 哼 小丑啊 我不否认 你对李东方的这种分析 但是我提醒你注意 也不要被某些表象所迷惑 真的再怕伤害他一次啊 再一次 哎 贾哥 别听他说 来吃菜 哦 所以你去把酒拿来 好 李书记 我觉得这个赵达公 在经济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基于我对他的了解 他不是那种贪图物质利益的人 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 他要的是借乎于无限大的政治利益 谢谢 比方说一座城 一片疆域 一片政治天空 如果你有幸走进他的书房 看看他一天到晚都看下什么书 你就全明白了 来 达公同志这个人哪 把自己的个人政治利益 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 这一点我深感忧虑 嗯 就这样 哎 首长 我顺便汇报一下 嗯 我准备在那个平岗镇的河塘村 搞一次民主选举的试点 好啊 嗯 咱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是公布了吗 嗯 中江市还没有全面实施啊 你在这儿做个试点啊 好好好 嗯 多种劲儿经验出来 哎 啊 老赵 来 家伍 再吃一块儿吧 老书记 咱们还是 别急着下结论 该汇报的 我已经都向李书记汇报过了 嗯 我们看看 他会怎么做 怎么样 嗯 老赵约我见面 嗯 眼睛往上看了 赵省长请你见面 你拔腿就走 我这个小助理的民主大计 看来你是不管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管啊 那 不就是民主选举吗 民主选业就是注意引导 嗯 何唐森的事我知道一点 那甘姓是个大家族 你到那儿去以后 一定要注意家族宗派问题 好 行了 好 哎呀 吃完饭我该走了 哎 小贺 嗯 你的眼睛不往上看啊 这个小可 明天要带女儿去上海看病 你说我得去一趟 来来来 过来吃吃吃 哎 好 哎 我说 嗯 你跟小可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哎呀 这不等着跟那边离了吗 嗯 等着的时候也要注意个人私生活的严谨 啊 哎 不说了 来 喝酒吧 你 你 徐处长 你别误会啊 嗯 我来不是兴师问罪的 我是想为你 为我为家国找一条最好的出路 出路 出路 这么说 你想好了 嗯 也许是吧 嗯 能让我进来吗 嗯 请进 莫莫 到礼物去做作业啊 哎 请坐吧 嗯 她几岁了 六岁 真懂事啊 徐处长 有一点我想搞清楚 你 真爱家国吗 嗯 对于你的建议有关系吗 嗯 是的 我这个建议是建筑在你们的爱情上 爱情 有意思 我和家国结婚 毕竟八年了 即使离了婚 我也不希望看到他吃苦头 你也了解家国 家国实在是不适合从政 你既然那么爱他 你也不想看到他弄得身败名裂吧 你的意思是 让我劝家国辞职 如果 家国不当这个市长助理 你徐处长也不会跟着他在中江宾馆出丑吧 啊 你知道 人家是冲他这个市长助理来的 照你的意思 弥补的方法 就是我和家国结婚 消除刘延的最好办法 就是让刘延成为事实嘛 用你的解放证书 换取家国的辞职报告 这不公平吗 这对你并没有什么损失嘛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家国坚决要和你离婚 一个为了政治利益 什么都可以交换的女人 确实不值得丈夫留恋 嗯 我们现在谈论的 不是我婚姻失败的原因 婚姻失败有什么 你徐处长不也曾经失败过吗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我的建议 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考虑一下 何家国 毕竟是个不可多得的男人呢 对不起 我不会拿自己婚姻做交易 就算是交易 那又怎么样啊 赵慧珠 你别以为除了中江宾馆那档事 我就会逼家国结婚 实话跟你说吧 是不是和家国结婚 我还没想好呢 徐处长 你怎么就不能说一句真心话呢 我的真心话就是 知识家国把这个市长助理做下去 哪怕陪着他一起生败名裂 对不起赵小姐 明天我陪女儿去看病 我收拾一下了 不能陪你聊了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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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凉吗这地方 这儿好啊清静 怎么样咱们好久都没上这儿了 是啊很长时间了 你看我还带了这个 是我拿的这个 有 老赵 这儿天有点凉啊 你身体能盯得住啊 还行啊 芳芳 本来 我想让你到我家里去的 可是我知道 你是不愿意去 我也不是不愿意去 这么多年 我老感觉我 算个什么呢 像是个罪人 老爸 你看这么多年的过去 你怎么还这样呢 我可是从来都没怪过你 我也怕你心里不好受 我连孙敏的照片都没挂出来 你们不怪我 我心里更难受了 孙敏他是为了抢救国家器材 设备 牺牲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太敢情有事了 当初我要不下命令 破坝分红 你说他抢救那仪器干什么去呢 你下令是对的 你要对权限负责啊 这么多年我老在想 当时我要听他的就好了 他是个气象专家呀 也许 这事没那么严重吧 是啊 也许他的估计是对的 可万一呢 如果因为听了他的意见 造成更大的灾难 那你 李东方将会是个什么下场 你考虑过没有 一个做领导的 有的时候就是要有一点 独断专行的个性 这就是破例 不过这个破例啊 像是个双刃剑子 这面呢是帮人 那面也许就是害人 什么害人不害人的 什么害人不害人的 等怕 我跟你说心里话 思敏是我妻子 过早的去世了 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可是我还是要说 当时即使我处在你的位置上 我也会像你那么作主 你俩口子对我太好了 这么宽容 我这一生也报答不了你 好了 来了 不说这些了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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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吧 我今天找你来啊 就是为了要听你一句真话 你是不是开始怀疑我了 怀疑什么 怀疑我和田庄达的案件有牵连 你承认了 这说明 你对我还是有真心的 那好 我也在这个朋友的私人场合 坦率地告诉你 陈仲诚瞒着周英 去找过田庄达 有关的情况 钟晨同志已经向我及时汇报 所以我估计到了 周英同志也估计到了 当然了 陈仲诚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但是他去警告一下田庄达不要胡说八道 也是对的 说明 仲诚同志这个人 大事不糊涂 对我们两个老领导 还是负责任的 那王国义后 郭红亮 是陈仲诚通通报信的了 是的 钟晨同志暗中也跟他们打了招呼 幸亏招呼打得及时才没使局面更加被动 老领导 你怎么能让陈仲诚这么干呢 这是枉法犯罪啊 是犯罪 那你把陈仲诚抓起来好了 老赵 话既然说到这份上了 我希望你跟我说句真话 你别生气 你在经济上干净吗 你是不是怕他们把你牵进去 董方啊 我知道 这个话你迟早是要问我爹 好吧 那我今天就回答你 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 在我从政迄今的三十年里 没有收受过任何人的一分钱 你如果有怀疑 可以向中江所有的干部去了解 甚至于请省力 请中央来调查 我赵达公看中的不是这个 我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翻船的 我看中的 是我的誓引 你看中的 是你个人的政治利益对吧 政治家当然要看中政治利益 这还有明说吗 那人民的利益呢 那党的利益呢 董方啊 请你不要再说这些原则性很强的官话了 私人场合我们就说些人话吧 老实说王国义 郭洪亮 就是把他们抓起来判个十年八年 一点都不冤 要不是因为这个背景那么复杂的话 你不抓我都会让你去抓的 我们刚刚打班子的时候 腐败分子抓少了 出力少了 哪年不几个 是投资公司上一个腐败班子 不就是你我挖出来的吗 那我们现在还要抓吗 我们不能手软 不是手软 现在抓人就对我们不利了 可能要被王培宗 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要是王国义他们再贡猪一串来 那我们怎么收场呢 所以董方啊 你呀想开一点 不要着急慢慢来 国际工业园天天在出乱子我们都不急 放着几个腐败分子摆一摆你怕什么 怎么以后就不能再抓他们了是不是 老赵 我觉得你这是玩火 又错了 玩火的是你 中江这把火就是你点起来的 你点火烧荒 贺家国兴风作浪 不少同志已经忍无可忍了 我问你 贺家国在中江兵馆出那么大的洋相 你为什么还不把他拿下来 我看该下的不是贺家国 是陈仲诚 你还要不要大局了 大局要不要 那党姓呢 还要不要 党姓 党是谁呀 是我 是你 是中明人 是王培宗 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你把所有人全得罪光了 你还谈什么党姓 不 党姓的根本含义 应该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党维护和代表的 只能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就是我们的至高利益 贺家国说出这种话来 我不奇怪 可是你呀 作为一个资深的高级干部 怎么竟然也幼稚到这个地步 恰恰相反 这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用科学和维武的精神 去理解党姓的含义 是一个共产党员 起码应该做到的 老赵 我和孙敏同志 曾经就党姓的问题 进行过争论 那次争论 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让我清醒 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 党姓的真正含义 你刚才的这番理论 我不能苟通 那好 那我们就各自保留看法吧 老赵 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 但我们绝不允许陈仲成继续犯罪了 我们绝不能让他插手填撞他这个案子 我们要采取措施了 一定采取措施 好啊 你还可以进一步地坚持原则 把我在这种私人场合 告诉你这个老朋友老同事的秘密 向中命任王培松去报告 让省里把陈仲成抓起来 让中央来查处我 老赵 好了好了好了 东方啊 我们不谈这些了 来 还是喝酒吧 还记得吗 就在十个月之前 就在这个地方 你跟我都说过去什么话 你说 我这个老领导 今后不论到什么地方 终将都是我的家 是我的家 我就不希望它乱了 你再忍辱负重 我何尝不再忍辱负重 我这个省委常委 都替洪峰公司卖起服装来了 这是我的一贯作风吗 夏谷 你啊 就不要担心我和梦了啊 好好干你自己的事吧 既然赵慧珠把离婚都做成交易了 这说明你还是挺有作用的 嗯 这也说明我的官份是越来越大了 我这一走啊 恐怕得有点时间了 你小心点 别让他们再做你别的什么文章啊 那我就做的让自己完美一些 让他们无懈可击 保重啊 梦梦再见啊 梦梦再见 到了上海给我打电话 嗯 好 那我们走了啊 好 县里最好还是先发个文啊 这种自下的儿子上民主选举 不但在沙阳 在中江也是第一次 你们一定要搞好啊 何市长 你就放心好了 嗯 文件我们尽快发 全力支持你在平港镇市点 啊 何堂村村委会去年三月份已经到期了 早该换届 这回要不是老干老孽 出了乱侃乱罚的问题 这个季福顺还想不起来呢 季福顺不是想不起来 是不想搞这种民主选举 这我知道 这个图巴王跟我洋奉阴违的 情绪还挺大呀 呵呵呵 何市长 那你也想想看 万一要是选上个坏人 怎么办 哎 那不至于吧 你这个县长要有信心啊 这何市长还玩真的了 当真在这何堂村搞民主选举 你以为假的 何市长都跟县委说了 这次何堂村选举 要严格的按照村委会的组织法来选 看见没有 又把咱们当典型了 我想啊 季福顺和镇党委推荐的那个小段 我看就不错 那好啊 那就放下去 让何堂村的村民群众民主来选嘛 啊 呵呵呵呵呵 不是那咱们镇党委的这个意见 还算数吗 那小段那还能上去了吗 怎么上不去啊 就让小段去选 选上了 党政意见条 啊 村委会主任 兼党政不出去 选不上 就做支部出去 我就不信那么邪呢 哎哎哎 老秦啊 你注意点情绪啊 到时候何市长又该逼避你了 我让个脾气吧 我现在是啊 皮扣肉粗 倒枪不住了 呵呵呵 哎呀也对 你说这民主国他要真的闹起来了 那那帮小动物那不都翻天了吗 这 哎 有人打黑枪啊这是 这不反了吗 啊 啊 啊 老木 野鸡野鸡野鸡 你们家野鸡那么好打呀啊 啊 老木 你这要是野鸡的话 那我跟纪书记俩那不都成野猪了啊 你那鼻子底儿是长得是眼睛啊 纪书记 纪书记 还真弄错了 还真弄错了 哎呀我说老木啊啊 你说你看你个样啊 你像一个管政法的党委副书记吗 啊 大白填的你当老北新家鸡 这是让我抓住了 我要不抓住你说你能承认吗 这不眼不好吗 得了眼病修的病假吗 你那个眼睛啊没有毛病 一抢就撂倒人家一只鸡 那眼睛有毛病吗 啊 你从今天起马上给我上班去 这 这什么呀 这咋办呢 啊 什么咋办呢 这阵子贺市长正亲自抓民主 你得配合我抓着法治 知不知道 啊 别把这个平岗镇 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给破坏了 村民参加选举的记性很高啊 啊 昨天我们按得派多少 选出了九位村民 组成了选举委员会 一按得票多少选出了政府主任 这头开得不错啊 张股长 你们挣权股的人辛苦了 哎 肌肤顺的 我哪知道啊 哎 他一直都没来吗 来过一次 因这个脸也不理人 哎呀 这个季富准啊 脑子里一点民主意识都没有 打电话催催 让老季快过来 好好 让那个张所长带几个人去 季叔姐 这种民主场合 带民族去 有点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人家老百姓反感力 哎 对好人不会反感 对坏人倒有震慑力 哎 莫书记 县委的白县长跟贺市长打电话来催 让你们快过去呢 你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到 哎 好 上车上车上车 快上车吧 快快快 来了 哎 哎 白县长 白县长 老季啊 哎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哎呀 这上事太多了 这不又一帮地品无赖 这不是闹事的吗 还有个别人家大白天的满街追的人家击打 你说还说是民主我能不管吗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真的 我怎么胡说 你们老孟 是真的 贺市长 我跟你说这刚处理完 你这 是不是又靠人了 没有没有没有 啊 对了 我让那个张所长啊 这不是那个带几个人来 哎 主要是对那些 胆敢那个破坏民主的人 那我先加大点力度 如果真有破坏民主的家伙 我看就是你 怎么又生气了 谢谢 村民同志们 刚才 这个政权股的张股长 宣布了选举委员会名单 也就是说 从今以后 何唐尊的换届选举工作 将由这个民主选举产生的 选举委员会 来独立情绪领导了 谢谢 谢谢 决定你们自己命运的权利 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上 市 县 镇 各级主管部门 对你们的选举 都不会横加干涉 谢谢 村民们 你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 要把这次换届选举工作做好 我呢 我呢 和县委的领导都相信 你们一定能够 慎重地选出 何唐尊的能人 带领大家 共同致富 我现在说得非常好啊 那个 我说啊 不干涉 不下习政令令 不等于呢 我们呢 对你们选举啊 不管不问 啊 呃 造成四流 啊 但是呢 选举的过程当中 一旦出现了非正常的现象 我们还是要参考 还是要负责的啊 啊 还有啊 那个啊 我们党员啊 都要去招呼啊 我们的党员呢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啊 要求党兴 讲积力 讲民主啊 不等党同意一般去招呼啊 金书记 这些话啊 请你到政党委会上去说吧 对对 金书记现在不是开政党委会的时候 金书记 少说两句吧 我们要听贺市长说 对 贺市长 你接着说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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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 呃 村民们 你们正在书写一页崭新的历史 终将是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村级集层政权 就要在这里产生了 你看见没有 这帮小动物又要炸刺儿 哼 贺市长怎么也不维护咱们低层组织的权威 哎 纪书记 穆书记 向你们货报一个重要情况 甘四先生回来了 刚才救助在我旁边 他还报了名要参严竞选 甘四先生 有哪个林子里的鸟啊 甘四先生就是那个 这人我知道 是河畅村甘家里的鸟 本位很高 甘东生喊的四老爷 在改革初期 搞封建迷信活动 被抓过 判了几年徒刑 后来再换分子帽子监督劳动 这年经常往南方跑 靠着给老板款业 看一项算命又先浮起来了 对 他还盖了座小楼 比村委会都阔气 他一年在外 长期看一项算命 这一听说 村里要民主选举 就坐着飞机回来了 这种人还想参加选举 还坐着飞机回来 他坐火箭回来也没用啊 搞封建迷信 老莫 这种人你是不是先控制起来 别别别 纪书记 甘四先生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甘家就是村上大姓 咱可千万别计划矛盾 这对竞选不利 这么说吧 小段 你有没有信心参加竞选吗 何甘老四竞选 哎 我还是有信心的 那就好 你给我好好选啊 我做你后盾 听见没有 竞选还没开始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还很难说啊 四先生 你可别推 你说是咱们村的大能人 哎 都带咱们大家一起致富啊 对不对 对 咱们哪 就认定你了 是 是 是 大家那么抬举我 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啊 在飞机上 我就想了 一人富啊 不叫富 说啥 我要贡献我的聪明才智 带领大伙 直奔小康的光明大道 好 好 你这个同志怎么回事啊 都到了今天了 一点民主精神还没用 你看你今天在会上的表现 我怎么没有民主精神啊 你让我们改变作风 我们改变作风 让我们摆插头摆插头 让挂毛巾 打住打住 别给我转移话题 我说的是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也不能放人自留啊 你也不看看 平敢认老百姓的什么素质 是吧 你看 前后不到一个月 我们买了18条毛巾 挂上去就丢 挂上去就丢 你政府就那么一个大插桶 啊 被铁链的锁着 前天晚上还让人搬走了 现在喝水都困难 行了行了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能在你脑子里 装点民主思想 我也不相信 你就不支持我们下边工作 真的恨啥 你要不嫌烦 我们就正式跟你汇报一次 我不烦 我陪你练到底 那你不累啊 不累 那么大一个大茶桶 怎么就会被人偷了呢 贺市长 我们已经向派出所报案了 那张所长他现在正在排查呢 估计是两个以上的贼人做下的案子 我跟张所长说了 你说这两个贼人他胆子他也太大了 他敢偷政府的大茶桶 而且还是贺市长亲自批示百姓的大茶桶 我让他一定要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 你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还想让我陪你个茶桶啊 我强调你的指示 我是想让张所长啊要重视他 把他拿个大案要案来抓 我强调你的 赫上 其实这个破茶桶啊 他没什么了不得的 但他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老百姓的素质啊 赫上 我觉得像你们领导干嘛 有些事啊 不能太急欲求成 民主也好 法治也好 我觉得都得一步步来 真的 你的意思 是想让我改变主意啊 我告诉你 这主意我不会改变的 要是变了那就是犯法 我劝你们马上 把那个村委会组织法 再仔细地给我读两遍 时间还来得及吗 赫上 你别生气啊 你看你对赫上村的村民那么讲明主 对我们也多少讲点没主 你不能不让我们说话啊 其实我们说归说执行还照样执行啊 你都执行什么了 我什么事没执行啊 行行行 毛巾 茶桶 哎呦 你别糊弄我了 我问你啊 我那天走了之后 你是不是把豪老二给靠起来了 在图事上一靠就是一夜 这谁丧聊了啊 赫实然如果你要听这些 你说我们还怎么工作呀 这技术师姐真没在靠过豪老二 行了 是人家豪老二写群众来信 告诉我的 你看看没有 你说这豪老二还是人吗 他当面一靠背后一靠 当初跟我痛苦流涕 我还耐心做思想工作 他给赫上写信 赫上能不怨恨我吗 赫上 看来这光靠谈心呢 是解决不了时机问题 对对对 等我一走再把它靠起来 这办法好 那好 那赫上 我啥也不说了 你自己看吧 这就是豪老二那天给我写的材料 亏得我留着呢 我要不留着我视嘴说不清楚呢 老计这种材料我见得多了 不是不要认为我对底下的情况不了解 可是啊你不能这么管聊 你这 老计我不管聊 我对豪老二我了解过 它确实不是个东西 但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好好好 我今天来是来谈选举 是关于民主的问题 法治的问题 咱们专门找个时间来谈 好好好 好 那赫市长 我们还记录吗 你们看着办 这个村委会组织法 是国家利益的法 是关于基层政权建设的纲领性怀率 不是可有可无的 这次核档选举 是一个试点 在沙阳是第一次 在整个中江地区也是第一次 各方面都很关注 你们要顾全大局 不管它思想上通还是不通 必须跟我保持一致 关于这个民主选举 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而且不管它最终的结果如何 就这话 那要选上一个算命先生咋办的 什么算命先生 这种民主啊真不好玩 万一干子余真选上了 他这届核档村的村委会啊 肯定得吃空 肯定得出乱子 那是 还是要相信河塘村六百名村民嘛 那以后河塘村出乱子 你们还得找我 你们以前任命的领导班子 出的乱子还少吗 何市长 我求求你们 你就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好不好 段地成这个小伙子 是河塘村借到我们这儿当人数的 为人正派 能干事有能力 而且政治上可靠 又在我们这儿呢断练了一年 是 我们都了解他 哎 那么副主任白凤山呢 对肉兔养殖这个专业 老西我也求求你了 你们就认真地搞一次民主行不行啊 段地成当主任 我不反对 你得让村民来选吧 哎呀 我说贺市长啊 这你都清楚 村民呢 现在有一种逆反心理 总对我们的一片好心呢 哎 理解成什么压制民主 是 哎 那不采取点行政措施啊 段地成他们就有可能 选不上啊 哎 对啊 你们这个工作作风 老百姓 没法不产生逆反心理啊 要是我 我也不会选你们俩的 老季 全有 你们就别给你们推荐的候选人 帮到忙了 好不好 贺市长 反正你要不怕 你说我怕啥 哈哈 那我走了 哎 再见啊 哎 哎 鸡叔家 就让他们民主去 哎 走啊 到你家喝两杯下 那就有啥吃啥呗 哈哈哈哈 鸡叔家 哎 干老师在那上不反党言论呢 现在啊 就是现在 他的小罗成了竞选指挥部呢 走吧 看看去吧 哎 老季啊 哎 要不要派几个人呢 别派了 咱们也得民主点了 嗯 我和刘镇长 还就是来找你谈谈民主的事 啊 我说你这个竞选演说 是不是先听听 啊 好那那那大伙儿先先散了 嗯 二位领导楼畅行 这是你那小二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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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俩 都可以啊 甘子瑜 你有那么大能力吗 啊 还带领和塘村六百多号人直奔小康 怎么的啊 就靠你看象算命啊 啊 啊 甘老四啊 你就趁机兴风作浪吧你就 啊 人家纪书记是外来干嘛 不了解你的底细 我可是知道了 不是你说你这些年 你为了这封建迷信活动 你吃的苦头你还少了吗你 没事的时候啊 多回忆一下过去 是吧 对你有好处 我 甘子瑜 凡我看你这个候选人哪 不合格 纪书记啊 你也只代表你个人意见 不代表全体孙明意见 这民主选举啊 孙明选了我 我就合格 呵呵 你派的 那才叫我合格 这么说啊 你真想和郑大伟搅了一番啦 不敢 我只是想看看 这民主是真是假 哈哈哈哈 咱就骑驴看长本走着瞧吧 那好 我不送了啊 哎呀 行了 纪书记 咱也算尽到责任了 就让贺市长和和汤村村民们 为这民主付出点代价去吧 这贺市长也太不实际了 他也不看看这什么鬼地方 这个代价肯定要付的 不行不行不行 明知道这个代价非复不可 咱不能不管啊 你说和汤村老百姓真吃不上饭 就是咱哥俩失职 不行招惹老陈头吧 让他向省委钟书记反一反 行 那把金八格带上 金书记 木书记 刘镇长 情况你们都知道了吧 什么 甘子豫活动得太厉害了 甘家又是村上的大姓 我肯定选不上 我还是退出吧 你看看这仗没打的你就想退 你一定要选 而且要选好 要即便当不上 选不上 这个村之书你照当 哎 小段啊 你可千万别没信心哪 啊 要相信群众嘛 是是 我相信群众 可群众 可群众不相信我 党员干部的微信 全被老干和老孽也给败坏完了 所以啊 你断记成以后任务才艰巨啊 你现在是村之书 是吧 党的微信 就是靠你造福村民的行为来挽回 对对对 是吧 你得振作精神 你先回去召开一个全村的党员大会 把老干和老孽先给我处理了 啊 哎 明白了吧 我看他 他选 什么选呢 老干是你们家亲戚呢 你说话我就这么不愿意听你 你怎么 你把嘴闭上 你把嘴闭上 立书记 曾市长 我们这个仓库啊 正好是在时代大道规划范围之内 马上就要拆迁了 我真是没办法 所以再把你们起库来看看 嗯 小蓝总之 当然我知道 我这样做 老师给你们领导添麻烦 也是迫不得已 所以请你们 小蓝总之 你知道就好啊 嗯 不能老是找政府 要自个儿找市场嘛 嗯 你们总是找李书记 也不是个办法 李书记 也不能天天给你们卖服装嘛 哎 小蓝总之 你知不知道 上次你们那一百套西服 李书记到现在还没卖出去 已经 赔了好几千块了 怎么是这样 李书记 嗯 那您全退给我吧 哦 这不是什么大事 刚才曾市长说得很对啊 以后不要再去找市委市政府啊 市委市政府有它的职责 你要在市场上下下功夫 去找市场 对了 你最近对这个洪峰公司的 发展有什么新的想法 李书记 您知道 洪峰公司的这种状况 不是我造成的 这几年 我们服装行业是全行业的大滑坡 我上任以后呢 我也动过一些脑筋 包括洪峰商场的出租 可是我没想到 这几年 一直忙着和李娟打官司了 这是一个理由 但不是主要的 小蓝同志 不管怎么说 你当经理 毕竟也有三年了吧 你总不能光领着公司的群众干部 和营养汤嘛 小蓝同志早就说过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嘛 李书记 曾市长 我向你们汇报一下我的想法 我们的官司马上要调节了 这样李娟他们赔偿我们一千万 洪峰商场呢 年底也要收回来了 如果贷款能够继续挂账的话 这样我们吃饭这一大问题 就基本解决了 如果 如果市里 要是能再给我们贷款两千万的话 只要扶持一下 我们这个企业还是有希望的 小蓝同志 你们企业有希望了 市委市政府怎么办 市委市政府不是开银行的 这种输血式的扶持 以后再也没有了 你洪峰公司该破产破产 该改制改制 该重组重组 今后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 那我们那些服装怎么办呢 你服装怎么办 还要问我吗 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吧 拍卖 怎么都行 拍卖 那这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 巧什么呀 我们都吃完了 这不是还没收摊吧 大姐 你给我弄碗饭就行了 好 来 手掌人呢 那 首长 哎呀我向你汇报一下 哦 这个河塘村这个民主试点已经开始了 大会小会的宣传村委会组织法 有些基层干部啊 还是想不通 跟我洋风阴违的 来 上这 哎呀谢谢谢谢 没什么菜啊 将就是吃 大会给你弄点汤 好好好 那你们 村民组织法不是下发了吗 你 依法办事不就完了吗 嗯 哦对了加工 刚才那个小兰来找我 嗯 关于他们洪空公司重组的事情 我把你那几套方案交给他了 嗯 那他什么意思啊 他 他当然不同意了 啊 东西啊 他希望我们再给洪空公司一次机会 哦 还有他表示了 你向李娟还给他们一千万 他们不想补发工资 嗯 嗯 还想喝一点营养汤 把企业搞上去 再试一试 首长这还试什么呢 都试了三年了 还不够啊 这沈小兰呢 的确是个正直正派的好人 嗯 但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家 当初我们让她认经理啊 嗯 那绝对就是个错误 我们真想帮她的话 就应该纠正这个错误 你别着急 我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嗯 首长 哎 提出把洪空公司卖掉的是你 嗯 让我去找买主的也是你 嗯 现在我把买主找到了 嗯 而且人家答应了啊 连这个两万套积押的服装 加上债钱债务 进行资产重组 你倒好 打退堂股了 我 我怎么是退堂股呢 我不是考虑到员工 那么多员工怎么办 哎呀 该退休的退休啊 该下岗的下岗 哪那么容易啊 咱们得考虑员工的感情 市场就是市场 这别谈什么感情 如果谈感情的话 哼 这洪风公司的事啊 你就别让我管 吃饭吃饭 赶紧吃饭吃饭 咱再说 哎 你抽烟了 谁抽烟了吗 啊 这么大烟味 有烟味是不 哎 我抽的 他抽的 他抽的 我抽的 你抽的 他抽的 你呀 就好好护着他吧 接着说 啊 著名私营企业家 市政协委员 方东明 哎 谢谢 这对 我这个大华集团的方总经理嘛 我上回给他们全场 我见过他一遍 这小子啊 实在是精明强干 他五年前靠摆这个服装小摊起家 在全市这个服装行业普遍下滑的时候 他却欲均突起啊 他的这个大华品牌 已经向往了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正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洪峰公司 重组进他的大华集团呢 那这件事情是他找的你还是你找的他 他找的我 跟我谈践心场的事 我就跟他谈起洪峰公司了 继续说 这个方东明的意思是 等这个洪峰公司对这场官司尘埃落定之后 再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我琢磨着啊 他是怕卷进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 当然 方东明是达公同志当年竖起来的 他一定不愿意得罪达公同志 那我这个老丈人不会插一手吧 这个 不知道 不过这个私营企业啊 兼并国有企业 这在我们是 是史无前例啊 这可能要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宋云 我们走了啊 哎 哎 下手 那你不送了啊 好好好 让我走 这回啥时候回来 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吧 好 李书记 我觉得我们这个方案没什么不妥的 赵达公没有理由反对啊 既然方东明和李娟一样 都是他树的典型 他就应该支持才对啊 政治上的事没这么简单 哎 这不是政治上的事 这是经济上的事 嘿嘿嘿嘿 政治经济学 政治在前啊 别忘了 到国际大酒店等我啊 我坐他的车 通过来 洪峰公司的官司刚刚打赢 方东明就来收购 在这情感上 公司广大员工是很难过得去的 你要跟谁想来好好做个工作 好吧 好的 愿中将给您留下美好的印象 欢迎您再来 welcome you back thank you welcome you back thank you welcome you back 等吧 跟你说个事啊 贺家伙又在犯什么神经 你知道不知道 你是不是说贺唐层民主选举的事啊 什么民主选举的事啊 是洪峰公司重组的事 洪峰公司的事马上就要解决了 李娟做了让步 官司就要成功调解 一千万的租金和发息 也马上到账了 人家工资都可以发出来了 好不容易形成这么一个安定的好局面 他又瞎折腾什么呀 您又听到什么了 来来咱屋里谈 来老领导坐 昨天 大花服装集团的小方老板 跑到我这来 搞我的挣扎 说是贺家国 硬要他去收购洪峰公司 问我这么态度 东方 你说说看 我现在还敢有态度吗 那有什么 你该支持就支持嘛 支持 当初李娟成族洪洪商杀 不就是为了帮洪洪解决困难吗 我支持了 打了个招呼 结果怎么样 弄得我两年多不得安生 什么风言风语都出来了 这回再来一个 要再来一场官司怎么办 我再替洪峰公司去推销西服 这回没这事了 官司事也没有了 我们打算用洪峰公司做突破口 对我们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进行重新调整 中江的矛盾已经够多的了 而且都那么激烈 你们就不要再增加什么新的矛盾了 好不好 我今天把话给你撂在这 洪峰从组的事 绝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你们沈小兰这一关就过不去 你们是为了帮他 可是他现在说不定 你正想向政府狮子大开口了 到时候你里外不是人 闹不好又谁成乱子 所以啊 小方老板那里 我是一句话也没说 任何态不表 我跟你说清楚 你和家国一定要这么做的话 那是你们的事 老领导 你别忙走 今天是周末 我也该放松一下吧 耽误您几分钟 你就让我省点心好不好 这事非得给你找 免得产生误会 我和樊兴以及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 决定不让陈仲诚 插手田创达这个案子 这是你们中江市委的事 我管不着 我上车子 嗯 车子 陈大叔啊 你看这小蛋子 这见着你多亲呢 你这 老爹子 我们向你汇报一下啊 那那那少来这个 加油啊 要不 你把他给抱走得了 我怕到时候叫 我心烦 陈大叔 您别烦呢 这个经济效益啊 马上就要来了 这个蛋蛋他不是要下宅了吗 这一窝吧 他要是能下三个的话 那这几千块钱 那不就进账了吗 前友啊 嗯 现在你替我养着 是不是啊 到时候卖的时候 你可别不管啊 行啊 那这技术就说了嘛 那咋的也得帮您脱贫呢 是不是啊 你俩来 不光是为这事吧 老爷子 我们俩还真有正事 大事 啊 嗯 你可真可以说 同志们 严重的时刻到了 纪书记让我连夜召开 这个党员大会 和大家交交底 这次选举是贺市长亲自抓的 镇党委看来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为了在这次选举当中 能够轻装上阵 镇党委根据县委的精神指示 决定对钱之书甘同生 村长兼父之书 聂凤梁同志进行组织处理 这事不能再拖了 再拖下去 我们党员干部的选票就要丢光了 现在都丢了差不多了 这真是镇党委的意思吗 当然 但党员的民主权利 还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现在表决 同意把甘同生和聂凤梁同志 开除党籍的请举手 老爷子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 为个人事求过你 所以这次就麻烦麻烦你 跟钟书记说一声 真不能这么搞了 不是有那个村委会组织法吗 这咱就不能搞啊 那不是怕他们乱来吗 他们乱来不要紧的 最后吃不上饭不还得找我们吗 就是再乱来 也不会显出一个恶霸主任了 老爷子神说对了 你说老干老孽这两个恶霸 老爷子 我们准备把他们开除出党 县委已经同意了 还有你 我告诉你老孽 你今天不上我这来啊 我还懒得说呢 你知道镇上老百姓背地儿的 都叫你什么吗 恶霸地主 不是 那您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啊 这镇上的情况您是知道的 那没有技术就在那儿挣着 还真不行 那好老二人那帮胡赖 那翻了天了呢 那你 好嘞 好嘞 老爷子批评的对 对 确实对 我接受 我改老爷子 不过 你还得像中书记啊 反映反映这个情况 我不去 人家中书记不像你们 人家不怕群众 那个 还是要相信群众 还是得有点民主 有了民主啊 我看你们这些当官的 还能规矩点 哎 我说啊 全有老杰呀 我也知道你们的难处 啊 再难 咱们也得相信群众 当年陈老总说的好啊 我们的胜利 那就是老区老百姓 用那小车给推出来的 啊 怎么能怕群众呢 好 老爷子不愿意说这算了吧 哎呀 走啊 回家嘛 干啥嘛 干啥嘛 这这这这狗我留下了我 不是你别想 我妈指望他帮您出品呢这 去去去去去去 把你们那心思啊 都用在那个民主选举的政经上去 是不是啊 以后少往我这儿跑 我不穷 拥着他们特别是吧 走啊走啊 这狗都困了 我们要靠自己去竞选 去争取群众 就算我段继承醒不上 也绝不能让一个算命先生上台 对对对 如果甘子玉这个算命先生上了台 不仅对我们何塘村党支部是个讽刺 连这次选举也是个讽刺 对对对 段继承 这次咱们好好准备一下这个竞选材料 现在不能空在空了 要给老微信办点实施 我们尽量争取吧 路是谁手还不一定呢 对我们要信心 对 对 对 真没想到村民来的这么齐啊 连在外打工的几十个姑娘 小伙子也回来了 687名村民到了666名 村民都说这个数字极力啊 六六大顺嘛 我看今天来的不准备 只六百多人嘛 对了 作为几个村的群众也来看热闹了 还真的猛闷呢 啥时候他们村也能这么民主选举村官啊 老剑 你看到了吗 这叫民心所向 是 我看见到了 哎呀 村主任候选人 是 严重的败坏了我们党员干部的形象 所以 如果大家选我做村主任的话 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恢复村民对我们党员干部的信心 我们和唐村 又是南方八达地区二十年啊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不断底成 以身作则 哪怕我受掉几十斤肉 也要早日 把村里的经济搞上去 村里的一切账务公开 所有的经济来往 都接受村民的监督 段继承得票 二百九十一张 甘子鱼得票 四百七十张 废票二十七张 甘子鱼超过段继承一百七十九票 当选为和唐村第六届村委会主任 大家鼓掌 和市长 对于这种民主选举的结果 你有什么感想啊 这只是一个开端嘛 怎么 你还准备让更多的算命先生 当上村官吗 行了别跟他瞎起哄了 还戳嘴上来你看你 我怎么瞎起哄了 这是我本职工作 我得发稿 你发什么稿啊你 你别在这儿瞎搅祸了 赫市长 我不发稿我来干嘛呀 当观察员啊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新闻题材 民主选举居然选了一个算命先生 我还得靠他拿好新闻奖呢 对吧 什么好新闻奖啊 请你注意舆论导向 老计啊 老计啊 别装病了 我在跟你说话呢 说了我听着呢 你说这个甘子玉是算命先生吗 起码现在不是吧 这一个算命先生懂得那么多 就连上网卖兔子他都懂 我看这个人呢 他的毛病就是夸夸提弹 只要我们把握好了 他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你说呢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好日子在后边呢 你看着吧 老计啊 要是让我投票啊 我也会投断机成的票 可是河塘村的大多数村民 选择了甘子玉 我们就得尊重这种 民主选举的结果吗 你今天啊 你今天这个反民主的本性啊 来了一个大暴露 我要跟你好好谈谈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 在这儿当这个倒霉的书记是我 不是你 你是市长助理 难得下凡到镇上来一次 啊 你说弄这么个算命先生当主任 六百多号人吃不上饭怎么办 你一挂饭呢 不还得找我吗 另外你说我 连公司都拿不上 我犯得着反民主吗 我不就是对老百姓有点责任心吗 要是没有这点责任心 你说我当这个倒霉书记干什么呀我 老姬啊 可是我们 还得从大助主为来 民主法治是立国之本 我们现在所干的 就是涉及立国之本的工作 你吃不民主的苦头还少吗 那个花建设给你们留下这个烂摊子 搞得你们连饭都吃不上 问题出在哪儿 根子就在不民主 这我还真没想过 那你就好好想想 解决中国的问题 只能靠老百姓当家做主 咱比如说这腐败吧 你敢腐败 你腐败老百姓就让你滚蛋 你的两个眼睛就得往下看 看老百姓高兴不高兴 这样一来 我们的干部作风 就有了根本的转变 当官就是要做公仆 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为做福的人 就不会像绿头苍蝇一样 挤着去当官了 有点道理 想通了 我亲爱的贺市长啊 你说你这伟大的想法 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让我说啊 你不能往来这浪漫主义 你还得现实一点 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今天已经开始了 贺市长 你看平岗镇是你抓的点儿 是不是 你光来浪漫主义 我们都没有奋斗精神了 你怎么得给我们贷点款呢 而且这你答应过 贷款要抵押担保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可担保的 还有什么可抵押的 别拿那个县政府的大楼来骗我啊 我可知道啊 政府大楼的产权在银行 你可太瞧不起我们了 我们别的没有我们有地啊 真中心就有一块了 那个花钱社当年就想搞那个度假中心呢 因为外资没到位就没搞起来 是不是 你就帮忙哎 签个线就行 跟银行联一联系 贷五六百万就行 其实 五六百万 你那块地多钱一亩啊 哎呀 按当时价可贵了 你看 一亩二十万 嗯 八十八亩 你看 那就一千七百多万呢 那现在呢就不好说了 但起码贷五六百万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看只能给你们带二十三百万吧 我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这事啊 啊 我 现在国有土地局 你们办过转交手续没有 可别是你们占的黑地啊 我告诉你啊 市里马上就会来清理的 什么黑地啊 黑 扎嘴就是黑地 国有土地手续我们全办了 土地证就在刘镇长那儿你可以看看哪你 那好吧 就二三百万吧 我给市农航的李航长说一声啊 赫市长 干脆有三百万得了啊 说死吧 好好好 哈哈哈 哈 合上啊 你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一结合呀 哈哈 我对你浪漫主义也感兴趣了 Somers 你就指吗 民主也好法制也好 我洗耳恭听 哈哈露馅了튼吧 你说你这个人啊 实力不实力啊 我不给你弄钱呢 你连你的我增 你连我的话听都不听 还骗我说 听我的话就跟听党课似的 这沟呢 也不是我妈的 你们交下的钱呢 我们铺上铁板 就让你们过去 是不是啊 瞧这个 瞧这牌子没有 瞧瞧 你看看 那哈尔 你是不是过去跟他谈谈心呢 这帮人也太不像话了 老计 下去收拾他们 别别别别别啊 这不是平港镇 不归我管 另外你这天天跟我讲法治教育课 我也得讲点法呀 讲法治这种人也得抓呀 啊 五块钱 给派出所打电话 你行行行了算了 你居住15天不还得放人吗 我看呢 莫不如咱们就交五块钱 让他们服务一次算了 哎 赫是啥 五块钱回去能报吧 你这是将我的军是不是啊 三百万贷款你不想要了 你看看看 你又势力了吧 你还 好 我可以管 我得想给你请示一下 我可不可以图法上吗 图法上吗 哎 好好的惩罚 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 来 不是你们挖的 你们在这收什么钱 啊 叫你们还好 你看收钱了没有 哎 没看见 不用给他吵着 啊 我看呢和好老二啊 这阵子皮子又痒痒了 怎么给他拿痒痒 你清楚我也不多说了 嗯 我的意思是呢 谁破坏的路谁来修 听见了吗 我一听说镇上的路 不少都是他破坏的 你这样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派人押着他们 慢慢的修路 行 啊 哎 这条道不是我们挖的 另外张主长 你派所的经费不是很紧张吗 你就别乱花钱了 啊 呃 修路的工具呢 让他们自己拿啊 吃喝呢 让他们家里人送 嗯 哎 好的 今天就从这开始吧 明天呢 从镇上的路开始修啊 我估计有一个月差不多吧 金书记 咱们镇上啊 路况不好 这几个人得修两个月 两个月就两个月吧 你自己掌握吧 啊 我走了 哎 金书记 哎 金书记 哎 您那讲讲的 对吧这 出来 哎 老季啊 你这个土霸王够赖皮的 真会抓拆啊 啊 哎呀 穷地方有土办法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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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 照顺哪来了 赵军长 陈仲成啊 你们中将那么一大摊子烂事 你居然还有心思跑到这儿来打球啊 我哪有这个闲心 我只是想见见你老领导 我知道你周末准上这儿来 赵军长 我跟你汇报个事 平岗镇和汤村也搞起民主选举了 连算命先生都出来竞选村主任了 我刚做了一次实地调查 你的工作很细啊 连一个村搞竞选 你都要去亲自调查 你什么身份哪 我听说你还跑到宾馆去抓贺家国的奸 走 你 你怎么专门搞这些见不得人的名堂啊 这就是你一个市政法委书记的水平啊 赵军长 这个事我真的不知道 是下面扫黄的人无意碰上的 那么华美国际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市局的经济征察员 为什么老把脑袋往人家那儿伸呢 我告诉你 那公司不是贺家国的人 是编析大学的校产 好了好了 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你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 行 我知道了赵军长 军长啊 你要注意了 不要整天光是盯着人家 先看看自己屁股擦干净没有 你现在自己也被人家盯上了 这种时候要收敛了 不要把矛盾激化嘛 你懂吗 一九六三年 陈忠诚考上了警察学校 他在字述里是这样说的 我背着一个补丁连着补丁的蓝包袱 穿着草鞋离开了三万村 步行一天一夜走进了中江 走进了人民警察的光荣队 那这个 在贫困和逆境中成长起来的苦孩子 一路走进省城 他会不会是这样一个逻辑呢 当了警察了 别人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倒是反过来可以欺负别人了呢 总书记 你这推算可惜错了 后来二十年事实证明 陈忠诚在人民警察的队伍中 干得还挺不错了 你说下去 一九六五年十月 陈忠诚分到了中江解放楼派出所 做户籍民警 一天夜里对门李瑟失火 他去救人救火 被燃着的木梁砸倒了 昏迷了十天 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七十三 被评为了爱命模范 就在那年底他入了党 破例提拔为派出所的指导员 这个事我有印象 当时很轰动的 面对荣誉 陈忠诚还是能正确对待 做沙阳县公安局长时 他妻子带着女儿回老家过春节 公公汽车在山里翻了车 女儿当场死亡 妻子抢救了三天 还是死了 不吵通知说 他要把警车派去送妻儿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他却坚持说 办私事不能用公车 想不到当时陈忠诚 还这么有原则性 爸 你认为刘露露爱你吗 哼 爱 阿慧啊 你也这么幼稚啊 如果不是爱 那就是占有 你占有了一个年轻女人 却给了她男朋友更大的权利 当时赵达公做了市委书记 陈忠诚先是汇报工作 后来就跟着赵达公学书法 并总是带着刘露露一起去 原来刘露露开始是跟陈忠诚的 怎么说呢 中间的同志说法很多 有人说是陈忠诚主动把刘露露介绍给赵达公的 有有人说是刘露露露甩了陈忠诚跟着赵达公的 总的说法是刘露露换来了陈忠诚今天显赫地位 当然这涉及到个人隐私我们只能看事实 事实是赵达公和刘露露结婚不到半年 就把陈忠诚提成了公安局长 接着增补为市委常委 不少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反对意见 打了回票 这不到半年赵达公又把这个常委给报上来了 你简直太无耻了你 这也许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失误 李东方已经不让我沾这两个案子的边了 赵省长好像也误到了什么 连我的汇报他都不要听 想是要溜了 我最近的感觉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我们的事跟赵省长有什么关系 你硬把他绞进来又有什么好处吗 简直 我告诉你 赵省长一溜 我们就死定了 所以啊 老爸 你必须痛下决心 我已经帮你起草好了离婚协议书 你看看还有些什么地方需要补充啊 阿辉啊 你要包办我离婚啊 啊 你不懂女人 你以为你用刘露露拴住的是赵省长 拴住的是你自己 现在刘露露最恨的就是你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啊 刘露露的问题相当严重 不但是平港镇那四十万的问题 他还涉嫌走私 数额十分巨大 这是谁告诉你的 是陈忠诚 刘露露首先害的是赵达公 我只是在替他们擦屁股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我想是希望让我转告您 让您挽狂澜于祭祷吧 你的意思呢 狂澜是属于他们 跟你没关系 但我认定这狂澜会大的惊人 我发现你好像特别愿意维护他 我心上有魅力的人 你不觉得这个人很可怕吗 这么多年了 我们的把病都抓在他手里 他却清白地像个处女 正因为这样我才服他 我才不愿看他下台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 哎呀这算命先生都当上村主任了 你还这么高兴啊 我敢保证他干不长你信不信 嗯 我高兴啊 是贺市长给咱们搞了三百万 哎呀把我折磨的啊 白天晚上睡不着觉 三百万 给咱 你不会开玩笑吧 怎么开玩笑呢 我准备啊 把渡家村那块地给抵押出去 老季啊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敢骗到贺市长头上 那国有土地局 咱可是一分钱都没交那个转账费啊 国有土地使用证 那咱是靠关系办来的 我小点声 你来来来 咱们今天呢 开个会 这个会呢 定两件事 第一 就是要 改建村门楼子 改建村门楼子 主任 为啥呀 为啥 为风水啊 啊 把村门 从东面 改到南面 这样风水就好了 咱们村的尽财之道 也就通了 哦 这第二件事啊 就是要反腐败 要建一个清账小组 进行查账 啊 就这两件事 大家议议议 一透了 今天就定 哎 师叔啊 开一个会才定两件事 这效率也太低了吧 就是 小五子 你 你懂什么 一个月开一次会 一次会定两件事 啊 这一年十二个月 起码能解决二次件事 这效率还低啊 不要一口想吃个胖子吧 啊 先研究一下改村门的事 呃 研究好了 大家看有什么意见 啊 什么楼子好好的 没必要改吗 就是 非拉近干啥 不懂了吧 不懂了吧你们 啊 我这可是根据八卦预测上 得出来的科学结论 咱们村啊 是木 啊 土生木 非改难不可 非改难不可 嗯 再说啊 新班子上任 他有个新景象嘛 啊 连个科学的城门都没有 那叫什么话呀 甘主任 这算什么新迹象 劳民伤财嘛 聂副主任 你不通也没关系 民主决策 可以保留个人意见 啊 对不对 我看 咱民主表决 赞成改建村门的 请举手 好 十一票赞成 两票反对 找出服从多数 通过 新村委会正在召开第一次会议 所以我们党员这个会议 只能到我家集结了 下面 请政党委纪书记 给我们做重要指示 新村委会的 一号决议 你别拍了 没什么好拍的 哎呀 你说挤在这么个地方 开和尚村的党员大会 说实话 我都感到耻辱 你看啊 从段地成 到你们中间九个党员候选人 这次竞选全失败 啊 那就是说 和尚村村委会 现在一个党员都没有 这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选举竟然一个党员都没选上 这一点我也没想到 我想到我甘子玉可能会上台 却没想到我们的党员 会这么备受排斥 这说明腐败的副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影响到了群众对改革开放的评价 对我们干部队伍的评价 是啊 和尚村已经敲响了警钟了 今天到会的每一个党员 都要从这次竞选的失败中 吸取教训 要以身作则 用实际行动向群众证明 我们的党员是好样的 是能扶贫帮困的 是能带领大家走向制伏之路的 民主是需要引导的 你的引导工作是不没做好啊 是是是 首长 是我的责任 我的心里实在是太难受了 看看好了好了 博士同志 不要搞得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 这件事情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出来 并不是一件坏事 有一首歌怎么唱了的 他叫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我觉得这歌词写得很好 我说心里话 我都想看看 何唐村的党员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 究竟怎么样去做 他们如果在逆境当中 重新取得村民的信任 不但锻炼了党员干部队伍 对村民也是个教练 小段 你过去不是有很多设想吗 就按你的想法干起来 带领党员一块干 在经济上 首先打一个翻身仗 做发家致富的带头人 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那我们就请他自动退党 有没有要退党呢 有没有要退党呢 如果何唐村的党员干部 行不行这样一次风雨 做不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一切 即便他们一时被选择村干部 也很难带领广大干部群众 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也就见不到彩虹 这对何唐村党员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首长 我知道我舰上的担子 我会对我的工作进行弥补的 好 那就是说 你们是有决心做到这一点的 是吧 我等着看你们的实际行动 那么在这呢 我也向你们的何唐村的党员干部呢 表个态 我 包括镇上的所有干部 从今天起 绝不再端何唐村的酒杯 喝一口酒 前三届的村委会腐败分子 都是姓甘的 凡腐败清掌组 有咱甘子余主任领导的 就行了 其他甘性村民一个都能不能进 对对对对 姓甘的怎么了 要不是那么多的姓甘村民 选你们外姓村委 你们这些外姓的小户 怎么能进来我们村委会 看你啊昂的 姓甘的腐败 外姓的就不腐败了 上级村委主任老孽 也他妈腐败的不亲 是不是今年的也一个不要啊 你慢着 我判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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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好了 主任啊 老是这么吵闹也不是办法 还是民主表决 少数服装多数吧 不行不行 我们甘性村委加上甘主任 也才三个人 表什么诀啊 四叔 您说句话 您是村主任 您定 怎么甘主任定的 民主决策嘛 谁敢独裁 这个 我说呀 还是大家异透了 异透了再说 表决也行 不表决也可以嘛 按正确的意见办 甘主任 甘主任 你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好表决的 你主任是不正想反腐败啊 改村门 你占多数就民主表决 这种大事就不民主表决了 就是 你就知道民主是吧 不要集中了 谁 谁是村主任 谁是啊 是你啊 还是我是村主任 你也不想想 这支队伍到底谁当家呀 我不干对得起谁啊 甘子玉 甘子玉 你还干什么 没看到我们在开会 哎呀我的天哪 你开什么破会呀 三里以外都听见了 快走快走 走走走走 又来一个大老板 定金我都收了 他要见你赶快走吧 走走走 谢谢大家了 季书记 我代表何堂村党支部 和今天到会的三十二名党员 向你们郑党委也表个态 我们一定按照郑党委的精神指示 从头做起 从小事做起 从何堂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 争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打个翻身仗 重新树立我们继统党组织 是应有了形象和微信 好好好 谢谢你小段 首长 不是我恭维你 你确实比我看得远 我有件事 比我 齐志仁陈中成都知道你在何堂村 选了一个江湖骗子 拿你这件事当杰作到处宣传的 我知道 他是盯上我的 又让他抓住一回 所以你以后工作一定要小心 工作踏实 再踏实 是是 又出什么事呢 明人同志 出事了 究竟怎么回事 钱壮达专组 住的那个招待所起火了 嗯 激火了快救火呀 失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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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救火了 快救火了 救火 救火 失火了快救火 救火 救火了 救火 很多 很多人都看到这 都看了这 大家没关系了 快走 快走 停楼那边还有 突然消火了 启迪兄姊子 有伤亡没有 有两个已经送医院了 都放在那儿 快去看看 我伤了多少时间 一个小时以前找的 一个小时以前 人员伤亡以外还有什么损失 文件和材料都抢出来了 很好 在哪个地方 请 李书记来了 李书记 小王小刘 李书记和陈书记来看你们了 谢谢盛林总 李书记 这是有人 故意纵火 李书记 把脸擦擦 擦擦干嘛 好好休息 李书记 商与你们放心 这样 我们现在就去安排一下 你们在这儿谈吧 好 谢谢李华人长 你安静 谢谢 谢谢啊 说吧 这场活怎么回事 老陈你坐 老陈 老陈调查结果出来了吗 最后的结论还没出来 李书记 这火是从三零三房间烧起来的 这三零三房间 恰巧住着我们公安分局的一位所长 不过期货的原因倒是查尽了 是电线短路引起的 电线短路三楼地台上的汽油是谁倒的 我们的同志闻到汽油味的时候 大伙已经封门了 他们俩差一点就丧生在火海中 这个情况你核实过吗 嗯 基本数是 这个情况我正要说 起火点可能有两处 一是电线短路 另一处可能是有人故意中火 我们也在三楼地台的产品上发现了汽油 这个情况也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你说那个所长叫什么名字 刘芳平 他是 你 这个所长不能逃了不能死了 他还要出一点问题 我拿理试问 好的 这件 您电话 谁的 宣传部礼物呢 老李啊 你抓紧办去吧 我等你回话了 老李啊 你说 正面教育这是啊 这我要去 几点 七点好好好 对不起 我知道这个 来 快走了 快走了 快走 好 那我去干什么 去干什么 吃吧 我去给他 给他 你的 这两个职子是替我收货的 怎么愚蠢 他就不怕阴火烧身 做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警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 搞我们的跟踪 想方设法给我们施加压力 什么事干不出来 尽管不高明 英总之 你抛开了对我的成见 敞开了说吧 我在这里也表态 我们中江市委 对这件事情 要一查到底 明知老赵不在家还跑来 不太合适吧 没什么不合适的 有什么事快说吧 马上又出去 你自己心里难道不清楚 我清楚什么呀 专案案组那场伙事怎么回事 原来你想讹诈我呀 哼 怎么说你想公事公办了 行啊 你拿拘留证来我就跟你走 对不起 我们就要不要让初音 刘露露 你总不会认为我这个公安局长连一起拙劣的重合案都查不出来吧 我提醒你 我是陈中诚 你不用提醒我 对陈中诚这个下流胚子 我认识的比你还要清楚 这个下流胚子 为了往上爬 能把自己的未婚妻都奉献出去 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 可是你别忘了 这些年我没有少给你擦屁股 你又错了吧 你是给赵达公擦屁股 我要是不是赵达公的妻子早让你送到大牢里去了 当然了 也有可能让你那些黑道的兄弟干掉 可是你现在已经把火烧到我的身上了 真是被你堪苦了你 李书记 您设想一下 这个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 是重要的涉案型 我们下面的工作还怎么做 首先我们电话被窃听 人员被跟踪 我们专案组的人员只能做地下工作 为了能及时向省理汇报 我们把地下党秘密工作那套都学下来了 还有没有什么正义可言 还是不是共产党领导了 混蛋 简直无法无天 说 你为什么这么坑我 我只是采取了一点自我保护措施 既然都知道了 那你就看了办吧 要不叫所长刘芳萍消失 我相信你是有这个办法的 不管是黑道白道 你真是把我当黑社会老大了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是一步一步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李东方已经警告过我了 这个嫌疑人不管是死了还是逃了 都要让我负责 我负责你知道吗 你敢当这个市委常委公安局长 当然得负这个责喽 难道还叫我负责这个责吗 要不看看李东方那儿还有什么空子可以钻 不行的话 再找一个未婚妻送上去 你帮帮我 这回只有你能帮我了 真的 又年了 你对我的抱负还不够吗 你当中要把我的政治生命 个脑袋一起葬送掉 开始是这么想的 可后来不这么想 这些年你的表现还不错 帮了我不少吗 尽管是派赵大公的马屁 可我现在只想为自己活着 我跟赵大公都倒台了 你活得下去吗 你错了 老赵他倒不了 要倒的也许只是你 陆陆 我真是服了你了 那你说 我下面该怎么做 你能爬到今天这个地位 这点小事还办不了啊 那这件事 你能不能跟赵大公说说 可以啊 不过 我可以把他的反应告诉你 他一定会向审委建议 撤掉你一切职务 把你送到大牢里去 把你送到大牢里去 那你呢 这还用说吗 我的下场和你一样啊 卢卢卢 事情进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求你跟我说实话 赵大公对你的事情 究竟知道多少 是真不知道呢 还是装着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赵大公是出了名的政治人 滚吧 滚吧 赵慧忠啊 我是陈仲晨 我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 想跟你说 李书记 今天我也做个检讨 我没及时向你 向室委 做汇报 说心里话 我对你有成见 我怕你 因为赵大公的这种关系 袒护臣忠诚 使我们的案子半途而废 我理解 理解 余英同志 我以中共中央市委书记的名誉 向你郑重保证 以后这种非正常的事件 绝不允许再发生 绝不允许 谢谢 你不用谢 我很惭愧的余英同志 很惭愧 我们这么多精进业 为党工作的同志 他们的声音安全 我一个市委书记都保证不了 我 不用谢 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对得起你们家 牺牲的老孙同志 中江市委领导下的反贪局 绝不能再出现一个劣势了 绝不能 老孙牺牲以后 佩总书记找我谈过 争取我的意见 准备给我调一个岗位 所以 我想了三天三夜 决定还是留在这个位置 李书记 我不会从反腐战线上 退下去的 我明白了 周玉英同志很难哪 到日来汇报 眼泪都下来了 那是 陈忠诚做政法书记 周玉英的工作怎么做啊 我正准备和常委们交换一下意见 调整一下他的分工 首长 要动就彻底动 不但要调整常委分工 而且要把他这个公安局局长 坚决拿下 不过 要动陈忠诚 恐怕 还要跟我那个岳父大人较量一次 我正准备和他谈谈 最后摊牌吗 爸 爸 嗯 你知道专案组施工案是谁指使干的 谁啊 刘璐璐 是他指使承熙派出所一个姓刘的所长干的 他疯了他 他早就疯了 有时 陈忠诚告诉你的 那还会有谁啊 两条狼 两条狼 爸 爸 你别着急 爸 这事啊你就全当什么也不知道 刘璐璐和陈忠诚没告诉你 你就没必要知道 你知道的越多啊 这麻烦就越大 上回陈忠诚通风报信的事可还没完呢 这离婚协议书 你现在可以交给他了吧 你说的那几个地方我可全都改了 这个先等等 李东方马上要过来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姐 又是催你回家电话 你回个电话吧 回什么呀 我正往家里走了 暂停 李叔叔 你爸回家 在 正等你呢 爸 李叔叔来了 正方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 我马上好 马上好 你在练字 哎呀 咱们的歌姓小歌 缠着我一天打三个电话 非要我未穿的什么世纪新歌提词 你看看 就是您有这艺术细胞 我就不敢提 哎 我说了 跟文化界的人我还能提提 什么饭店啊 商城 营锣城 这我可不敢提 我跟他们的老总说了不止一次了 我现在在台上给他们提字 将来我下台了呢 那还不把我字都给铲光 您这个规字写得不错 柔中带刚 你看看 刚才说自己没艺术细胞 很有艺术见长力啊 哎 东方 我说你是不是也跟文化界的人交交朋友 有好处啊 既能接受艺术熏陶 还能得到休息 跟文化界的人交朋友 不烦心 他不会问你要官做 你只要跟他平等相待 好好交个朋友 他就很满足了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不美价廉嘛 好好好 来来来 外头坐外头坐 走 哎呀 坐 怕你难受 我连孙明的照片都没挂出来 哎 李叔叔 嗯 坐呀 哦 夫人呢 哎 别提她了 我爸正和她离婚呢 哎 别瞎说 哎 你去替我把那些字都收一收啊 嗯 嗯 陆姐 到家了 算了 别进去了 随便开开吧 嗯 嗯 中央的鄧霜霖到底哪些来了啊 哦 是我们常委的一日一间 鄧霜霖统治 是不是有什么弊家严重的问题啊 没有严重的问题 但是这个同志 不适合于在法院院长这个位置 我们把他安排到司法局 做副局长 这个安排 也就很对待其他了 怎么 今天来就跟我说这件事 今天 我来跟老领导 汇报一下思想 别别别 有话就说 你别来这一套 那我们就交交心 老赵 我觉得我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下一步走到哪儿 至关重要 走错一步 我们就会犯错误 甚至犯罪 就这么严重啊 就这么严重 我虽然不能断定 这场火与陈仲诚有关 可上次你告诉的事实已经证明 陈仲诚涉嫌犯罪 如果我们再这么继续沉默下去 无疑是包庇和放纵 您把陈仲诚拿下来 我没有任何意见 这个人给我们制造的麻烦太多了 不过 我也不同意你这样威严耸听啊 这不是威严耸听 上会我们谈话以后 我日夜在下 这刚才用人出了问题 有了问题我们就得纠正 错的性质 哪怕严重那么一点 党和人民就不会原谅你那么一点 那就得下台 东方同志啊 我说过要放纵犯罪分子了吗 犯罪分子不是不要抓 是不要急着抓 我上次跟你说的那是一种策略 当然咯 我也希望今天晚上就发起冲锋 一夜之间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 全部消灭光 这些是什么 你就不怕有人从你的背后打黑枪啊 我们现在是侧着身子在作战 这点你是应该清楚的 刚才你说到下台 我告诉你 这个想法我没有 从来都没有 我自信比有些同志会干得更好 当把我从一个大学生 培养成了高级干部 那对我是有所期待的呀 总不希望我因为莽撞 而倒在了黑墙下面吧 包庇犯罪的现象有没有啊 有 在很多省份 城市都有 当初我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像你一样 激动的不行啊 这些人 只要上面不知道 甚至隐瞒不报 窜案 窝案 变成了个案 大案要案变成小案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可是现在呢 我也慢慢理解了 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庇护外分子只是个现象 背后 它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 几乎都涉及到一个地区 一个部门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比起那些地方来 我们终将这件事情算得了什么呀 要不是王培宋在那里大做文章 会搞得这么惊天动地 会把我搞得那么被动啊 东方啊 你知道不知道 我这个省长的人选 基本上已经被王培宋这伙人搞吹了 为什么知道被动 不争取主动呢 怎么争取主动啊 让我去向名人同志痛哭流涕 去向王培宋同志检查 说我在中江当市委书记的时候 一手遮天 用错了一批干部 包括陈中诚 那么陈中诚是不是用错了呢 名人同志当时坚决反对 您还是把他提了起来 东方同志 你是不是想推卸责任啊 老赵 你怎么这么理解 从正面理解呢 这把火一烧 李东方惊醒了 所以才决定 把陈中诚从原来的位置上调下来 这不会是丢局保帅吧 这李东方提议 由周云英出任市公安局长 兼政法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 这你还不放心哪 那么从反面说 他为什么不顾他的老领导了呢 我不相信 李东方会丧失原则底线 从李东方把办案权交给周云英开始 我这心里就有数了 但愿如此吧 根据周云汇报 赵达工老婆刘露露线索问题查实 你看 我们培养一个高级干部不容易 对赵达工我个人的意见还是要暂时保一保 你们先查清流露的问题吧 看看是不是涉及到赵达工 涉及到什么程度 我不相信赵达工会是清白的 我们相信不相信都没有意义啊 最终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 这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老赵 你别生气 我希望你找名人和裴松同志好好谈一谈 谈开了 彻底的谈一谈 如果 我不这样做 不这样做 那只好由我代表市委向省委做全面的交代 我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 我不能看着我们女检察官 在共产党执政的中江市 冒着生命危险在做地下工作 不能 知道了 你终于要踩着我的头去进步 这不是踩着谁的头进步的问题 这事关重大原则 老赵 直到现在 我仍然把你当做我的老领导 我仍然对已经发生的一切 认为是您的认识偏差 不关你想说什么 什么政治学 社会学 我这个市委书记的原则底线不能丢 我还是那个意思 我们不能背叛国家 背叛它 背叛人民的利益 如果最后一切由我向省委讲清楚 我会实事求是的 包括您担心田壮达的案子 是不是被人利用 您对腐败分子不是不动 以后再动的态度 东方同志 如果你不是想踩着我的头去进步 那么 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哪怕是几天 让我认真地考虑考虑 好吧 我等着你的答复 老赵 如果孙敏同志还活着 他也会支持我的 都听见了 看来李东方是急着要下船哪 他从来就没有在我这条船上 如果他明天向省委汇报 那你的政治前途可就完了 我看不会 上一次 说到陈中成的违法活动的时候 我是在一个私人场合告诉他的 他要争取汇报 那大家都会骂他 卖有求荣的 好 不谈了 陈宋同志 跟我去搞一次突然袭击怎么样 突然袭击 袭击招大工 你这个同志啊 除了办案就没别的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个反腐败 方方面面多的呢 突击查看一下国际工业园 看看那里的污染到底怎么样 李东方背后吵着要官员 他气我呢 拆 两条件全给我拆了 至于钱的问题你们不要去管 你们去管也没有用 只有我去偷我就想那是我的事 明白了吗 钱师长 您电话 假的等等等等等等 我再给你们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之内还拆不完 你们全部给我辞职算了 钱师长 省委中书记的电话 怎么不早说呢 喂 是我是我是我 我翻新对对对 小点声 小点声 我们正在连夜召开 时代大道的拆迁会议 您马上要去国际工业园 现在 好那好 那我马上过去等您 好吧 好好好 马上给国际工业园的方主任 打个电话 让他把这个国际工业园的 污水处理系统 马力开足 再找几个会说人话的老总 出来接待 明白了吗 千万不要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 我饶不了谁 你赶紧去 还有还有 千万不要搞得像 要准备的样子 钟书记是搞突然袭击 明白了吗 快去 你们赶紧给我拿一个方案出来 好吧 就这样 打个方案 接电话已经有十五分钟了吧 我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嘴巴一定要管言 千万不能胡说八道 好 好 周周经大老 你好你好 周主也好 王总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欢心啊 干劲不小嘛 这么晚还在开会啊 这还不是跟你学的 革命家拼命吧 我今天在会上说了 这十大大道的规划 是您亲自订的 连资金都是您给找来的 是不是啊 对对对 我们要是干不好 就对不起您 对不起中将的四百万人民呐 这前市长越来越会说话了嘛 王师傅 人家前市长有奶就是娘 你要帮他搞到资金 他也会这么捧你的 欢心啊 跟交通厅谈得怎么样了 他们准备出多少钱收外环路啊 钟书记 我正想给您汇报这事 这交通厅太拖大了 一般说按您的指示办 一般老是在那儿研究 这王厅长太难对付了 这个王瞎子 他在瞎琢磨什么呀 钟书记 您还得再催催王瞎子 可别让他耍滑头啊 他敢跟我滑 就是我想他还不敢 钟书记 王书记 我们目前的污水处理能力 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 一些老旧设备也在进行计改 计改结束以后啊 再也不会发生污染事件了 好啊 这就好 明日同志啊 我看行了吧 您突然袭击也该结束了 我可配不起您 都快十二点了 明天还好多事呢 好 今天就看看这儿吧 这个李东方啊 就是无言耸听 这情况不是很好吗 我要不下来走一走查一查 我心里也没数 凯兴啊 你要给我顶住啊 我都听您的 李东方 他也不下来跑一跑 就听底下人瞎嚷嚷 邓书记 李书记没少到园区来啊 是是是 李书记是没少来 可是哪次来不是处理事啊 你们要是监管严一点 不处事 那李东方 他就没有这个污染的印象了吗 老方啊 你们一定要从思想上 真正的重视环保问题 不能出了事以后再来汇报 要抓两个典型 好的典型和坏的典型 对那个环保工作搞得好的 要大力表扬 推广他们经验 搞得不好的 要批评 要查处 是是 宗师弟 中书记这个指示非常重要 你明天就给我开会传达落实 顺便通知一下市环保局 全部参加 好吗 好 中书记啊 这个时代大导资金的问题 您还得给我多关心呢 好关心啊 你们和交通厅再去谈 谈不通的来找我 好 中书记 有您做靠山 我这底气就更足了 今天我跑了一趟 才底气足啊 这个李东方啊 别好好敲打敲打他